在三间金融市选会主委的金融市副市长林永发主持下 五位金融市长候选人依抽签顺序发表证件 第一位上台的五党级金融市长候选人曾国民 除了提出50项改变基隆的证件外 更宣布选后将主党参加2024总统大选 第二位发言的时代力量金融市长候选人陈维仲 则是提出两大主轴 其中针对青年政策部分 陈维仲表示将建立青年政策摆皮书 并成立社会创新专责单位 第三位发言的五党级金融市长候选黄西贤 则是左批谢国梁八年前落跑 又打蔡时营的1200元首途通月票唬烂 黄西贤更强调两党邀请大咖肇事拼场已经过时 在他心中市民才是最大咖 我想这句话是人民的心声 为什么 因为我走骗了这个大街小巷 人民告诉我 他们的感受 所以我在这边 我认为说我没有大咖 反而是我走骗了这些大街小巷以后 我们伟大的36万市民 我们在市场的这些摊商 在这些劳苦工作的这些人的心声 就是我的最大咖 抽中第四位发言的国民党金融市长候选人谢国梁 则以提升市民生活品质为主轴 提出广设社区型健身中心 与24小时书店等政策 他更向金融市政府团队喊话 表示胜选后将阎兰优秀人才继续留在市府打拼 我也要跟我们现在的这个市府的团队来喊话 就是大家辛苦了 小孩爸爸了解到大家这几年一路走过来不容易 但是我们即将迈入一个新的时代 国梁有信心这一次会当选 我希望我要留住跟阎兰更多优秀市府团队的这个机会 来跟大家一起来努力 最后一位发言的民进党金融市长候选人蔡世英 则强调自己在立委任内 与基隆市政府密切合作 早就是一个团队 由他接棒 金融市政绝不会空转 蔡世英也表示将力推北五赌国际研发新政 因为这个时候不做将来会后悔 我们的北五赌研发新市政的总的面积 大概在70公顷左右 那这个地方其实就是加起来 接近六赌工业区跟大五赌工区的面积 所以对世英来讲 推动北五赌研发新市政的计划 能够让市民们多了解 让市民们有一个抉择 那也请市民朋友们 不要忘了 11月26 礼拜六 然后八点到下午四点 带着身份证 跟投票通知单 到你户籍所在地的 开票所 去投下你神圣的一票 金融市选会发明表示 第二场电视证件发表会在11月23号 及11月24号晚上7点 在吉隆有线电视频道重播 想要更深入了解候选人提出哪些证件的市民 可千万别错过 记者张其滩 金融报道